大家好,歡迎回到逢星期五的動漫廢物 收聽方法你正在做,就是上我們的網站收聽 記住我們是有個chart room的 記住上我們的網站,acwebbridge.org 你除了找到我們的直播、錄播、其他節目之外 還找到我們的chart room 那就打控一下 我是小貝 我是兵姿 我是私人 說書之前,記住 九周年問題在我們facebook 是可以隨便放任何問題來問我們 包括出一系列的字,然後叫Tim讀出來都可以 但那些問題會讓我們的問題篩選委員會 篩選員再去決定怎樣問怎樣答 總之anyways 有得問你們不是不問吧 好公正 有得問你們不是不問 好民主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 今天想講一本短篇集 雖然說短篇集,但其實它有八本 很混亂 講一本有八本的短篇集 真的很混亂 其實它是一系列的短篇集 其實就是藤子F不義雄SF短篇集 之前我記得出過一個版本的香港 但是那些比較輸到比較小的漫畫 我沒有看過 現在我手上的版本就是台版出的完全版 有八本 基本上就是藤子不義雄 基本上就是藤子不義雄 藤子不義雄 在他作劃幾十年裡面的一些短篇故事 其實就不一定是SF的 我發覺有些是不科幻的 老實說 這樣就是一個合集 老實說 因為我自己如果有聽開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挺喜歡叮噹 因為是我小時候第一本賣的漫畫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原來是藤子不義雄 除了叮噹之外 有其他人 我都不知道 我和你一起做節目 我都不知道你很喜歡叮噹 我只知道你很喜歡叮噹 我只知道你喜歡哪裏婆 不要忘了叮噹和藤子不義雄 很熱愛中文 這樣的短篇故事 我記得我應該出來工作 香港好像是正文 馬尼 哦 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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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好像是不齊 沒有完全版本內 我們可能今晚會選擇自己喜歡的故事 也很想這樣說 其實就是駝為SF 即所謂科幻 根據這個偉大的遺棄 不可進訊的遺棄所說 科學幻想即是簡稱科幻是虛擬作品的一種類型 例如未來科技、時間旅行、超時空旅行、平衡宇宙、外星人等等的故事 其實我又覺得所謂科幻故事都有在細分兩種 一種就是賴賴賴的 就像Interstellar 基本上 設定而已 不用這麼認真 你說它什麼都可以 所以就不重要 反而另一種就是比較硬派一點 它真的會在科技上深入研究一點 我就會這樣看 其實彭子不二雄那些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之間的 因為其實很多故事都是講人性的 這麼說吧 Hard sci-fi 又未至於完全只是討論科技 它都會有人性的東西在裏面 但是它是主力 應該說沒有了那個科技 本身的科技 故事就會不成事 都可以這麼說 老實我看彭子不雄這一系列的短篇故事 我是很震驚 我應該用這個詞 經驗 或者是經驗 因為大家都知道叮當有什麼故事 當然是很充滿幻想的 因為它這麼多發動 但是始終都是一些很正面 如果你不當那些蠻裙底 或是做人洗澡的 是很負面的東西 大部份都是一些比較兒童向 正面 不會 怎樣說 一些小孩子會看的東西 其實我一直都把這個藤子不二雄龜 類為這個兒童漫畫界 但是我看完 那他也是兒童漫畫的表表者 或者這麼說 我看完他的短篇 我才知道 這個可能才是 藤子不二雄真正最厲害 最有才能 的表達出來的作品 因為 當然不會每一本都是佳作 但是他很多是 看完有時候會令我心寒 有時候是令我驚訝他那種幻想 或者是他那種探討 因為藤子不二雄在香港推出的時候 除了一本SF短篇集 還有一本黑色故事集 裡面都是說一些人寫黑暗面 好像是意識短篇 是意識短篇集 是說一些黑暗面的東西 說一些黑色幽默的東西 其實那本說一些黑暗面的東西 的確是很厲害 也看到藤子不二雄寫一些黑暗面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很強的才華 我記得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不會 不一定很多故事都很好 我正如我剛才所說 但是我有幾個故事 我是覺得他是先驅者 或者是那一刻是令我很心寒 因為他的短篇故事 可以只有幾頁 三頁 四頁 都做到那種氣氛出來 我提一提 可能我幾個比較喜歡的故事 有一個 就叫手朱待肚 很普通的整個故事 不是科學人故事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有個 仆街作家 主角就不是作家 就是一個追稿稿的編輯 他就去到他家 那個作家很任性 就說沒有人畫 我要去旅行 他就有個太太 他對他老婆很混亂 一下子就刮 打 罵 出去搞女人 甚至是不怕被他知道 他還說 他還說 我要和那女兒去旅行 你和我執行你 故事鋪排得很可愛 編輯去到他家就發覺 你對你老婆都蠻壞的 有時他就會 怎麼說 例如他走樓梯的時候 會突然卡住 酒瓶 然後去到廁所 就發覺 有個煙灰缸 然後又發覺 原來作家養了猴子 其實你是完全想不到 有什麼關係呢 你只會覺得 是一些很普通的事 一個正常家庭生活的事 去到某個地方是怎樣 作家 吵架我老婆說 為什麼那些報紙剪得很難 不要緊 男人不理這些事情 那就繼續去寫書 他就發覺 原來太太一直保持剪報 是什麼類型的剪報呢 例如 某某人在家裡 亂放酒瓶 踢倒下樓死了 某某人在廁所吃煙 爆炸 某某人養一隻猴子 又感染到什麼 腦炎 然後 他走出去 走出去 就看到太太 放酒瓶在同一個位置 我看到那一格 我真的寒冷了 很厲害 那個故事 不會 不會 對人好一點 不敢結婚 混完就不算 他不敢在幾個女兒面前 帶第一條女兒 告訴你 我們現在和別人旅行 你幫我撿行李 不敢結婚 首先要有第一條女兒 我喜歡這個故事 不到最後一段 你都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原先你以為是說一個很糟糕的作家 如何讓待他太太 或者說一個編輯如何很辛苦追稿 你完全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但是去到那裡 那一格是暈倒了 另外 我有兩個故事 也想看一看 有一個故事 就是 所謂玩的那種 觀念的 錯配 調轉 就是說有個未來世界 有個太空人 你知道很老套 說家機有些問題 燃料不夠 就落了到星球 那個星球裡面 那些牛 牛頭族的食卓 牛頭族的食卓 牛頭就是 主宰的星球 而人呢 就是那些畜生 家畜 他認識一個女生 跟女生聊了兩句 發現那個女生 當選了當年度的美食小姐 大製典的美食小姐 即是他要生歐 給他不吃 他覺得 那些牛頭 然後去跟牛頭討論 那隻牛頭跟他說 有什麼問題 你們都吃牛扒 在星球上 有什麼問題 那他那刻又好像 對 你有道理 而且他連整個生物鏈都研究得很清楚 我們死了之後 就會分解 養育植物 然後 因為那星球的人類是吃植物 就是吃齋 那人類就吃草 那我們就吃人類 那就剛剛好 有什麼問題 他最後是男主角想去救女生 但是那個女生又 那個女生又覺得 有什麼問題 我生出來 我給人大隻的食物 已經很好 質素比那些人 要做罐頭的 要做狗糧的 還有他們的觀念 就是你養出來 就是為了給牛吃 所以如果他會覺得 如果一個人的人生 最後是不會給人任何東西吃的 那你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就是你為了什麼而生存 因為他們這個星球的人類 生存就是為了給牛吃 給牛吃 對 其實這個 你見到這個概念 哪本書就算了 就是寄生修 因為我們經常看人類致命 是世界主宰 對動物如何好 牛給我們吃 是你所當然 當有一種 他就是玩那種 當有一種物種 可以吃回來的時候 你會怎樣看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那種 其實我們對其他動物 都不見得很好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人類一向都是 最糟糕的生物 這一部短片 其實他都有受 當時一些電影影響 其實你會見到 那個年代的漫畫家 是比較多受西方電影 和一些文學影響 其實這一套是被 Planet of the Apps 即原人爭霸戰影響 原人爭霸戰 原人爭霸戰是說 原侯統治人類 他就是說 變成牛 其實這一點 他跟手寵自從很相似 因為我看小說 或者傳記漫畫說 手寵自從 是經常看電影 他吸收靈感的 大部分渠道就是看電影 每天都看很多 而你見到就是 這個 貧子不容 如果像小貝一樣 他都受很多 外國的Sci-Fi 或者電影所影響 當然 他亦都有些參考成分 但因為 Sorry 我沒有他涉獵 所以我看不到 那麼多 我覺得很厲害 小貝有沒有哪幾個 你很喜歡的 我想先說 因為你剛才說的故事 我想起另一個故事是甚麼 是怎樣的 其實 因為我忘記開始 為何人類去到星球 不然外星人下來 去殺人類 撕著知道 那套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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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說的 應該是兩個故事 是同一個故事 但是他 兩個表達優犯 用第二個表達手法 reface了一次 然後他一邊殺 就剩下一男一女 我忘記了是一男一女 然後忽然間有些 我真的跟他說 你們不能再殺 那為何會殺那些人類 他們說 迷信原來殺了那些人類 可以用來做藥 不知這些症 脫法 是的 脫法 我覺得和你的故事相似 其實 因為他有兩個版本 有一個版本 就是剛才子萍說的 就是有對白的 我喜歡的版本 是沒有對白的 它好像紀錄片一樣 因為它是菲林格 他畫的時候 去到最後 打了一段外星的字幕出來 就說 請大家留意 就好像不留動like 請大家留意 殺人類得到 割頭藥 是一種迷信 是一種迷信 是一個給他們當地人看的宣傳片 是政府宣傳片 是政府宣傳片 很緊張刺激 哇 那些人死了 有很多科幻片影響很深 因為那個年代 其實也有很多 這一類型的科幻小說 或者是一些電影 其實它有幾個pattern 例如我剛才說過 首先 觀念的調轉 就是 將人 變成一些平時 我們覺得是我們下面的生物 即是我們底層 食物鏈下面的生物 第二 就是純幻科技 一些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 我舉一個 也是我很喜歡的故事 它是說 有些外太空船 好像異形 那樣 即是你要長期運用那些物資 即是在星球和地球來往 神真鬼厭的人 對 那是怎樣呢 它是說一艘船 只有五、六、七個人 去控制這艘船 霸權 你獨裁 B就說 A你賭錢輸給我 不還錢 C就覺得你的樣子很嚇人真 互相在吵 因為那個人際的關係 在這麼密閉的空間裡 會被抓到很緊的 然後呢 初頭又不知道什麼事 有個角色很古怪 他在每個人 樣樣衰衰 在每個人間房間裡 裝了偷聽器 就聽他們什麼情況 然後呢 去到故事中間 他發覺 A和B真的會開拖 是真的見血那種開拖 不是說 又說自己勇武 然後又不出現那些 然後呢 他就開始 就每個人都難 A就說 你欠我的錢要還的 不是我跟公司說 就跟B說 你的樣子很討厭 不要在那邊還 然後跟C說 你的狗給我吃了 這樣 然後呢 其他人當然是瘋了這樣追 總之他要難慶殺所有人 難慶殺所有人 就瘋了這樣追著他們打 這樣呢 他呢 就去了引擎 那些人不要過來 我引爆我引擎 我引爆我引擎 不要管 他就自己在說他的故事中 頂了五天在那裡 不睡 只是喝那些 要水管滴下來的水滴 頂了五天 我看到他的故事想說什麼 這傢伙究竟做什麼 原來去到最後 就說到了地球 然後警察就抓他 那傢伙 那傢伙 轉頭走出來 就是那些藍絲那些 那邊拉完那邊放回 原來是藍絲 原來不是 他就回到那間 我想是 老闆啦 總之老闆 收錢就說 這單工作難做 如果不 幸好我急事收 如果不然 他們又殺我 我殺你 就玩完了 原來 他的姿勢就是 當人在長期太空旅行 當人際關係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出手 他要做一個大家共同的敵人 對 共同的敵人 團結他們 這些就是 就是所謂 那些再硬派一點的科幻故事 因為他整個故事 可不可以說 只可以發生在 都不是的 你可以在大航海時代 在航海故事都可以 其實現在很多 企業也有用到這些心理學的東西 但是這個 我講的是 這是廉遇的效應 我相信 是70年代 60-70年代 60-70年代 60-70年代的故事 其實這類故事都多 在這個短片集裏 另外有一個故事 在外太空船裏 那艘船就跌到星球那裡 那些人在那裡 吵架 有些人在發瘋 要控制所有人 不讓他們 補回船 又講大壇 用兵做太空船的故事 做太空船的故事 其實這一類型的故事 在墨幣裡面的人在吵架的故事 其實都多 都多重複的故事 重複的命題 對 都幾多 那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跟科學有關的故事 然後再講一下 跟科學不是太大關係的故事 我自己就喜歡講 平衡宇宙那個 就是多次元同學會 那個 那個 那個老闆 講那個老闆 突然之間 總之 無緣無故 某一天就說 你們連結在一起 你就是跟不同的 平衡宇宙的自己 一起開一個同學會 大家是很社交的 什麼是不同的 平衡宇宙呢 例如 如果有看美曼 可能會比較熟 就是 同一個人 但可能你之前做的事情 不同 就會引伸了 令你變成不同的人 在那個故事裡面 例如 原先主角的老闆 就是一個老闆 但在第二個平衡宇宙 他可以是一個恐怖分子 他也可以是在同一個公司裡面 但他只是做一個普通的員工 也有一個是做作家的 因為他自己是喜歡寫東西的 但因為他是 搵食 是搵食 然後一路爬就爬到最上 還有他其中有一段 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跟一個同事一起混合過一條女 但他自己混輸了 失敗了 但在平衡宇宙裡面 有一個人是搶到這條女 但他之後的生活也是不好的 有很多這些人 他就說 你的人生有時候 你覺得有些事情是 做取捨的時候 你選了那條路 你整個人就會完全不同 一個大老闆 他可以調轉是做一個恐怖分子 那個恐怖分子 就說 我要埋個炸彈 就是要炸彈這間公司 是一個挺有趣的存在 還有他那個同學會其中 他的目的就是 你在派對裡面 你們聊天 如果你覺得你很羨慕對方的生活 你覺得 如果當年我這樣選擇 好像你這樣就不錯 的話 大家決定了可以交換你們的身份 最後他就跟那個作家 很媚蕩對的作家交換身份 說理想 說現在賺到錢 他都沒什麼意思 他交換了 結果是怎樣 那個作家好像發了一個蒙 好像是老實 不過不要緊 因為現在我也要找飯吃 他說有些東西好像不多 有些東西很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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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飯 但是說 如果這種選擇的故事 我就喜歡 我反而喜歡第二個 是誰呢 選擇老婆那個 對 很古怪 因為他又是一開始 你不知道原來怎樣 他就說有個男人在做夢 拖著那個女生 然後拖著拖著 不是女生 是一個小女 那個小女 最後就說 爸爸你幹嘛丟下我 然後那個男人就醒了 在現實 在非夢境的情況下 他是有個兒子 有個老婆 有個兒子 他就不太喜歡老婆 他覺得他老婆很煩 又裝自殺 如果他經常去勾衣 一哭二鬧就三上吊 三上吊 然後他又拖著那個兒子 就出去玩 就是給了老婆 那女生很煩 他兒子又問他 我喜歡了 兩位女同學 一個是A 一個是B 但我不知選誰 然後那個男人 就很語重心上同 你真的很小心 選擇 選擇女人 真的 真的 那樣 然後他剛巧又撞回她 總之有一個奇妙的人 就說你可以是 不不不不 他撞回她曾經有可能 做他老婆的另一個女人 聽了幾句 他之前就是選了現在的老婆 就沒有選到這個女人 他女人是挺好的 現在生活得挺好的 他就覺得 總之那時候 總之就選你了 然後他就撞到一個很奇妙的人 那個人就說 我給你一個機會 即是人生從來槍 人生從來槍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但是呢 就不要後悔 然後他就 那男人說 我怎樣都不會後悔 那男人說 不會差到現在這個老婆 垃圾 廢物 然後那個故事就有趣了 那就選了 然後呢 下一頁就 他繼續做夢 這次呢 就是夢到有個 男生 就是他兒子 之前的兒子 接著又不知怎樣 然後他醒了 他在這個世界 就有個女的 就跟那個女的 一開始發夢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 他就選擇了 之前他沒有選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 做老婆 這個老婆 就說他沒有本事 說他廢了 那些 怎麼說呢 那些比較 眼角高一點 那些 經常都覺得 你要順盡一點 那些 你看一下隔壁 那些屋子 又做了科長 為什麼你還沒有升職 那些人 那些 又會走得去很重要 就是說 家屋又不要弄髒 又要潔癖 那些 這個故事最後呢 就是那個男人在自己想 唉 人生的選擇 真的要小心一點 早知道就怎樣怎樣 對 早知道就選什麼 其實這個故事呢 就是跟大家說 其實你做什麼東西 就會後悔 不是啊 你可以選 兩個都不選 你不就回家 打JJ 就是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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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都有一個 不用現在又打J 就是你會看到 彤子畢弘 他描寫人性 那裡 是很多 這個故事呢 其實是像首寵一個故事 首寵的短篇 首寵有個短篇 就說 好像是說拳擊手 總之一個男人 就是要選拳擊 還是選作家 還是不知哪一條路 但是他也是 就是選完你 不能再選回頭 但是首寵的短篇 通常有些血腥圍 他去到最後 就是由A那條路 選了B那條路 然後在B那條路 他又想回到A那條路的時候 他整個人 就中間斬開了 分開了兩邊 一個去了A 一個去了B的世界 手寵的故事 會比較血腥 很恐怖 你講到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 或是這麼說 彤子畢弘有沒有血腥 老實說 比較少血 但他的意識 意識也很恐怖 意識很恐怖 如果說意識最恐怖的那個 我覺得是講數的故事 誰呢 講有個年輕人 突然搬出來住 應該是剛剛讀大學 然後有個阿伯 突然出現他的房間 就說 我未來的 十年之後的你 待會有一個人跟你說 有遺坦 有遺坦給你 真的有件事發生 然後阿叔就說 聽我說 賣了他 賣了他 賣了他有數 然後就說 因為你現在不賣 以後 我將會怎樣 然後在這個時候 有個更加老的阿叔就出來 哎呀 不要賣啊 不要賣啊 怎樣怎樣 不知道 通過膨脹 到時這些錢 不足夠錢的 有土地才有錢 然後之後 又有個爺爺走出來 那個爺爺說 你還是賣了他 你知不知道 去到幾年的時候 你一個分都沒有 他們每個人說的重點就是 你買些錢給我 你買些錢給我 你這些年輕人 都不花錢 這樣就很民主 然後那個年輕人就說 我們現在二對二 決定不買的二對二 現在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在 不如我們找一個童年的 幼年的出來 他有投票權 然後就 逼了小時候自己來 其實那個年輕人有點嚇到 但他們在那邊吵 他們繼續在那邊吵 買啊 買不買 學生時代的主角就開始想 哎 想不到我長大便 不如我長大便 只是為了錢 廢清垃圾 如果我小時候看到這一幕 我想我真是跳樓 不如死亂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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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推開槍就跳下去了 然後那一格 是待會放空了 這下很恐怖 我看到那裡 多厲害 那些 我會這樣看 他的分鏡和意識都厲害 我覺得 藤子的畫是很古老 聽說 不算太美 如果你用現在的角度 那些分鏡 我都不覺得很出色 但他只是意識 其實他的分鏡是很好的 分鏡我經常覺得 很多人 尤其是新進的漫畫家 很喜歡玩到鬼五十六 拿一些很刁鑽的角度 很刁鑽 但你刁鑽到別人 其實看不明白你說什麼 但藤子他是用最簡易的分鏡 但他每一個鏡頭 都是有意思的 他沒有什麼廢的分鏡 即是沒有什麼廢的畫面 其實如果這樣說這件事 這也是我很佩服這個短編集的其中一件事 他的業增少得很厲害 但他業增少不等於他的故事流 他是整個意識 起承轉合 在這裏 你再看現在的新進漫畫家 即是得罪點說 即是說幾十期才說你做火星 或者說一百期才說你做海茶王 你講了幾十期的那些 還算不算新進呢 很難判斷 哈哈哈哈 三十一代 三十一代 你會覺得現在的漫畫家 是輕將簡單問題複雜化 而藤子他的短編集 真的做到複雜問題簡單化 那怎麼說有這麼多期呢 要賣錢 老闆 你真是想想為何要這樣做 即是未必是他們做不到 但沒有的 現實的 我不拉長一點 我怎麼賣這麼多錢 去生活吧 大佬 賣得幾奇好 或者陳子彬的短編集 不是拿來賺錢用的 真是自如的 又不可以算是自如 但當年的賣錢和現在的賣錢科法是有少少不同的 賺錢模式是有少少不同的 即是他那時候總之就是 你要保持有得出 即是有得出的 而且他保持有 之前早期就有Q太郎 之後就有叮噹 其實他是沒什麼時間畫別的 但他的短編是當時那個人完全不受歡迎的 沒有人看 沒有回音沒有證 沒有人覺得垃圾扔在一邊 擺了幾年 他還在擺第一版 沒有再擺過 他基本上這本 他就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根本就不喜歡 因為他覺得他的畫是畫小朋友的畫 所以其實這本書 根本就完全不是用來維持登記用的 因為很明顯是 如果他紅是紅太郎和叮噹 他的讀者群一定是小學生 最多比進初中 你叫初中生和小學生看這些書 真的突然間 他的短編集是給大人看的 很明顯是 我想說的是 這個就是為什麼你剛才說 為什麼現在那些 只要幾百期才說到 他幾頁才說到 未必是因為現在的人做不到 我不排除現在的人差了很多 但是因為現在的人那本 就是維持登記那本 還有我覺得時代都會有些不同 你想想其實那個年代 是 叫做 開始崛起 其實都是很艱辛地爬上來的 所以其實有任何的想法 其實他們都會嘗試丟下去 還有那時候的漫畫未定型 不是說一定要怎樣去走 所以其實他們都在摸索 他們這一代都算是 戰爭後 是不是嬰兒朝那段期間 是嬰兒朝那段期間 所以其實他們都在發展 就是每樣事情都在嘗試的年代 你見到其中有一個短片 是說他們兩個怎樣去想Q太郎 是量Q太郎的故事 是說Q太郎 是說男主角長大了 不是那個 是說彭子 彭本雲和安素孫二郎 兩個是量Q太郎 原來他們當時有一間公司 其實他們所謂的公司 好像我們現在搞洞費 根本是不賺錢的 然後就有個連載的位置 就給這兩個人去畫 總之如果有人有收入 就是貼外家的 在外面賺完錢 就貼回一個工作室 他們是在做這樣的事情去走 其實你大約可以看到 他們那個時代的創作背景 跟現在是很不同的 第一次我們先說到這麼多 第二次回來再跟大家分享這本短片集